人處兩人 撐著傘走在路上 但這水深已經超過腰部 而這張照片成為他們兩人的 最後身影 像新北北海岸下起 好大雨 造成不少災情 而金山區有民眾晚上向警方報案 行動不便的父母出門很久 一直沒有回家 警方出動搜索 直到五號早上七點左右 才找到他們 但已經不幸罹難 確認身分後 也將他們送往基隆殯儀館 而這一張鄰居拍下的照片 成為他們夫妻倆最後的身影 錯了 當然啊 對啊 莫名其妙 人太突然了 其他家屬接獲二號 也趕緊到殯儀館處理後事 相關單位也將釐清 確切死因 樹枝倒成一片 山區周圍的黃土泥沙 也被沖刷指低蛙處 這裡就是新北市金山區潭子內 四號降下豪大雨 單日雨量突破500毫米 溪水暴漲有民眾報案 家屬失聯 需要警方邪詢 大雨狂炸金山區四號完兼溪水暴漲 有民眾向警方求助 行動不便的父母親出門很久都還沒回家 警銷緊急出動搜救 由於地處位於低蛙處搜救不易 一路到隔天五號一早七點左右 在住家的五十公尺外松樹園發現了這對夫妻 他們家屬說那個什麼要讓人的啦 人的要帶你的回家嘛 然後就看到你的跌倒要去牽他 就整個就下去了 罹難夫妻當天晚上要外出吃飯 但碰上了好大雨 溪水暴漲導致妻子站不穩一次滑倒 丈夫伸手要救妻子的時候 沒有想到兩人反而一起跌倒 遭到溪水衝到旁邊的松樹園 離姓丈夫被木質的護欄卡住 張姓妻子則是在丈夫的二十公尺外找到 就起時都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今天早上由死者家屬通報 就是他們住戶發現死者的情況 分局立即派員到場協助死者家屬 山土而颱風外圍環流帶來的強大好雨 造成了金山區發生逆斃憾事 警銷現在也將全力釐清確切的死因 TVBS新聞劉新葵王靖倫 王湖湘新北採訪報導 大塊巨石倘落在道路上 部分路段還是有大片土石灘坊 造成雙項阻斷 包含新北市金山區台二甲線 俗稱的京陽公路外 高雄市桃園區的台二十線 明霸克路橋 早溪水衝回50公尺和床片道 從93K到98K實施封閉管制 公路局預計分別會在今天下午4點和6點 可以搶通 大馬路淹成了黃河 居民們站在車道上 別說機車沒辦法騎 連走路都是寸步難行 整條大馬路淹到看不到路面 汽車泡在水中淹個半個車身 而水流也相當湍急 附近居民拍下了驚悚景象 簡直嚇壞 山陀爾颱風橫掃新北市金山 有一間知名無菜單料理的餐廳外頭 大馬路淹大水 好在餐廳地勢比較高一點點 沒有嚴重災情 只是就在這個月的4號 這裡下大雨 下午2點多 竟銷得知台二線開始淹水之後 不到5分鐘 三界裡也傳出淹水 沒多久比較南邊的圓潭溪 開始暴漲 陽金公路傳出有落石和土石流 到了3點鐘 金山老街開始淹 大約3點半 大棚地區水淹到肚子這麼高 整條陽金公路多處路段大面積落石 這樣的災情一傳出 相關單位緊急出動 封路協助指引交通 市長晚間也來到了金山中角國小視察 根據統計 在暴雨之下 金山地區封路地段 包括了陽金公路 轉巴拉卡0.2公里處 陽明山天籁度假酒店 土石攤方 大棚派出所前 淹金公路法谷路口 路面淹水道路封閉 5號大部分的道路都開放 但是天籁度假酒店 還有陽金公路部分路段 仍在封閉中 根據氣象數24小時累積雨量 新北市金山區一度達到621.0毫米 市區道路水淹成河 雖然水來得快 去得也快 但是後續清淤 善後 店家住家恐怕都很偷偷 TVB宣傳報導 民眾趁著雨傘 涉水走在路上 每走一步都要非常小心 北海岸在四號下半天降下大雨 金山地區光日四號一整天 日雨量就超過五百毫米 不只馬路上淹大水 知名景點金山老街 也同樣泡在水中 店家的許多物品就飄在水面上 民眾全都放慢速度經過 有民眾就涉水 趁著雨勢稍微趨緩 從四號晚間就開始打掃家園 來到五號上半天 水終於退得差不多 不過現場滿地凝凝 許多店家紛紛趕到店內 拿起拖把掃把整理店鋪 衣服今天我們早上 昨天晚上半夜就來用到現在了 真的害死人了 從來沒有過 已經幾十年了 都沒有這樣子的 這個時候我經營 剛才來不及會這樣 經營都沒開 甚至有店家冰櫃全都泡在水中 錯落在家中角落東倒西歪 不過不幸中的大幸在淹水前 就先做好斷電措施 民眾持續打掃家園滿是無奈 這回北海岸排風伴隨東北季風 加上共犯效應影響 降下大雨造成災情 現在民眾只希望可以儘快恢復原本樣貌 TB的新聞 延伸分流新回黃俊維 楊琦 新北採訪報導 馬路上停了好幾輛車 還有許多是消防車 因為前面的道路直接被積水淹沒 車輛泡水拋錨 竟銷甚至出動了橡皮艇救援受愧民眾 這已是在新北萬里 因為一整天的強降雨 4號傍晚基金公路上的家頭路段 大淹水空拍畫面曝光 將嚴重災情清楚記錄下來 比較會新畫面 原本的柏油道路和綠油油的田地植被 全都變成黃沉沉的泥水 前面的圓潭溪本來還可以看到河床 但淹水之後幾乎快要跟一般道路貼齊 田地 馬路 橋墩 溪流 幾乎統統混在一起相當危險 甚至還有民眾受困 消防單位出動各式救援設備 順利將民眾撤離 也有許多民眾拍下他們英勇的救援畫面 而這個路段也是家頭地區 淹水最深的地方 路段上的加油站 水淹到比一般成年人還高 這個加油站就是萬里家頭地區 昨天晚上淹水最深的地方 按照加油站的說法 當時淹水的高度 大概達到這個地方 高度大約兩公尺 整個超水 水深135公分 那當時的人員都先撤離了 對啊 我們車到二樓啊 回到現場路段滿是淤泥 相關人員也出動推土機來清理 居民提到 雁水的慘況 記憶猶新 回鄉起來 還是怕怕的 只希望能盡快將家園 恢復到原本的模樣 TVBS新聞 視線正身為藍提醒 北斉放報導 Masyn Masy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